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旅游工作 引领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 成功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系列报道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今天播出 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各地举办一系列端午节特色民俗活动 丰富民众假期生活 端午假期第二天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1.9亿人次 今年前四个月 全国服务进出口 同比增长16.8%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三下时节 各地加快推广新型高效农机 助力下收下重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 以色列军队 袭击加沙地带 努塞赖特难民营等多个地区 已造成近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伤 以色列方面称 已军从姆塞赖特难民营 解救了4名被扣押人员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旅游工作 引领我国旅游发展 不如快车道成功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 协同发展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 在浙江嘉兴 端午民俗文化节拉开大幕 湖面上十九支龙舟队伴随着 铿锵有力的鼓声批拨展浪 古城内香囊展 舞龙 手马灯等飞翼展示 也精彩上演 让四面八方的游客 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味 我是从福建特地赶过来的 今天感受到这里的 就是山美 水美 景美 然后这里的蛟龙 非常有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博大精神 以文素旅 以旅张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旅游工作 他指出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 要坚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 感悟文化之美 陶冶心灵之美 要坚持守正创新 体质增效 融合发展 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5月17号中央在京召开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我们要学习贯彻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统筹好政府与市场 供给与需求 保护与开发 国际与国内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要培育更多的旅游家 加旅游的新业态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加文化 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各地积极开展 飞移近景区活动 为飞移传承保护 提供了广阔平台与无限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传统文化类景区 增速明显 由2012年的2064个 增加到2023年的4000余个 实现年均增长8% 就在前几天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外籍旅行商代表团 走进湖南凤凰古城 多彩民俗文化盛宴 大型光影烟花水秀等互动活动 让国际嘉宾们惊喜不已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生动的表演 太震撼了 让我目不暇接 旅游加乡村 江西黄岭村 安徽西地村 广西大寨村等八个村 先后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最佳旅游乡村 乡村旅游对当地农民就业贡献率 超过35% 已经成长为万亿级收入规模的 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 旅游加工业 目前我国已确立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北京守纲园等一批工业遗址活化利用 形成了博物馆展示 遗址观光 门创聚集 城市休闲等多业态的旅游新方式 旅游加交通 旅游公路设施完备 风景迷人 让更多人出发在路上 从2021年至今 我国已推出共三批 57家5C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预计到2025年 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 将上升至2483.2亿 自驾游 露营 成为体验美好生活的新方式 旅游加体育 各地积极打造户外体育赛事 让参赛选手在比赛之余 打卡城市的美食美景 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 云南省推出 徒步旅游精品路线30条以上 更好满足当下多元的旅游消费需求 旅游加科技 运用增强现实 虚拟技术 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 打造旅游新产品 消费新场景 今年的五一假期 42家全国智慧旅游 沉浸式新空间 实现消费总额超过2.2亿元 越来越多的领域同旅游相融合 不断创造新价值 催生新业态 截至目前 我国已建成1.57万家 A级旅游景区 形成了全球数量最庞大 类型最丰富 创新最活跃的景区攻击体系 连日来 各地开展了精彩分成的假日活动 人们感受浓厚的传统民俗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赛龙舟是传统的端午民俗 在山西太原焚合之上 24只龙舟乘风破浪 展开激烈角逐 在湖南诸州的湘江中 船桨舞动激起层层浪花 在河南新乡的峡谷间 龙舟健儿奋级争先 激情澎湃 人们呐喊助威 拍照打卡 感受浓浓的端午氛围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 龙舟比赛的盛况 真的是激情澎湃 龙舟健儿团结协作 勇往直前的精神 打动了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 在广东深圳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 30支龙舟队 在壁波荡漾的广阔海面上 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在西藏拉萨 别开生面的牛皮船比赛 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今天上午 2024年中华龙舟大赛 江苏延城战 进行了各项目预赛 和半决赛的争夺 在职业男子组比赛中 顺德乐从队 夺得100米预赛第一名 广东江门新会队 和辽城大学队 分别包揽精英公开组 和青少年组 各项目预赛第一名 端午感受传统民俗 折粽叶 甜糯米 捏紧 缠线 在四川南冲 小朋友们有条不紊的 学习包粽子充满童趣 在河北邯郸南谢补村 村民们蒙着双眼 展开包粽子比赛 娴熟的动作引来阵阵喝彩 在江苏四阳 社区举行制作香囊 画龙舟 会团扇 包粽子等民俗体验活动 邻里间共品端午粽香 共赏传统文化 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 我包了五个 感觉很有成就感 除了吃粽子 赛龙舟 各地端午民俗活动 丰富多彩 在重庆良平国家湿地公园 绚丽的鲜花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漫步打卡 甘肃拢南的民俗展演等 节庆活动 让大家在民俗和趣味中 进一步感知端午 品味端午 传承端午 端午假期 全国各地举办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通过文艺演出 飞仪式集 民俗活动等 丰富群众 假日文化需求 在国家大剧院 北京艺术中心 端午雅吉系列演出 正在举行 长城主题 大型情景剧 梦华长城 以沉浸式演出 结合高科技表现手段 带领观众 领略长城文化 数字科技 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端午假期 位于贵州贵阳的 红飘带 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 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目的地 通过AI虚拟交互 权维度机械运动 虚拟现实技术等多种方式 让游客多角度 身临其境地 了解伟大的长征岁月 我们用科技化 数字化 智能化的表达方式 让我们的新生一代 更能够体会到 我们真正的文化 传递出来的这种精神 假期第一天 国家图书馆 接待读者 超两万五千人次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推出气象万千 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主题展 并举办非遗市集 邀请非遗传承人 现场展示 非遗代表性项目 吸引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预计今天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超1.9亿人次 其中铁路客运量 预计1260万人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1.76亿人次 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175万人次 全国铁路今天计划 加开旅客列车514列 针对强降雨天气 国铁南宁局 与地方市政交通部门 协调联动 做好交通接驳 方便旅客快速进出站 国铁南昌局 增开峡浦站始发的 乘际列车 助力现役旅游发展 全国公路网 今天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高速公路流量 今天预计3600万辆 中短图自驾出行占比较高 另外随着沿海城市 和清水景区旅游 热度增长 水陆客运量增长较快 今天水陆客运量 预计达到120万人次 环比增长51.8% 端午节临近 各地的龙州赛事 十分火热 在天津 来自50多个国家的 近百名外国人 也在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上下必在同一个平面上 当记者来到海河边时 不少外企龙州队 正在进行赛签集训 卧奖 入水 拉水 推奖 一系列划龙州的动作要领 大家学得格外认真 我们这边有伊朗人 也有德国人 这边是来自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没错 还有这边 Oliva也是来自德国 我是一个超级粉丝 龙州赛和分享中国传统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喜欢它 这种感觉太棒了 今年参加天津海河龙州赛的 近百名外籍运动员 来自50多个国家 他们中有世界500强 住京企业的人工 也有外籍教师 留学生和在京的创业者 龙州 这个中国传统运动项目 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别具一格的龙州赛 让他们感受着团结的力量 也对龙州精神 对中华文化 有了更多理解 龙州赛是一项很奇妙的运动 它不像皮花艇 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去完成 我们必须为了同一个目标 齐心协力 大家听着古典 划着一个节奏 把所有的精力投入进去 我们来自哪个国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有同样的目标 同样的热情 尽最大努力去赢得比赛 参与比赛 享受比赛 胡安是一家新能源 外资企业的负责人 已经在天津工作生活了24年 他不仅痴迷于团结协作 拼搏静静的龙州竞赛 也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海河边的环境非常美 你可以享受美景 做运动 中国经济发展很迅速 在中国生活很安全 中国的市场也非常稳定 这会给每个人带来信心 采访中记者发现 这些外籍运动员都像胡安一样 不仅喜爱中国的美食 民俗等文化 也对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喜欢传统的中国舞蹈 中国的唐装很漂亮时尚 这里的人他们很善良 很有礼貌很真诚 我很喜欢中国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 今年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一至四月份 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4319.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6.8% 其中出口增长11% 进口增长21.2% 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 一至四月 旅行服务进出口6600.3亿元 增长48.6%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增长 一至四月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9637.2亿元 增长较快的出口领域 为知识产权使用费 增幅达到26.8% 今年前四个月 我国服务贸易向好势头 不断巩固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显示中国服务贸易全领域 保持较强增长活力 持续助力外贸稳增长优结构 推动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跃升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四个月 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为工业经济稳定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前四个月 轻工业实现营业收入近7万亿元 同比增长2.6% 轻工业生产持续回升 前四个月 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9% 其中造纸 塑料制品 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超过10% 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91种主要轻工业产品中 71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 轻工消费品市场稳步增长 前四个月 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 超2.4万亿元 同比增长5.0% 轻工全行业出口额 同比增长3.5% 今年国家先后出台了 消费品已旧换新 三品全国型等多项政策措施 促进消费 通过轻工业统计数据来看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在食品 家电 家具等行业 表现突出 保持快速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落实 稳增长扩内需 促消费政策措施 围绕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培育壮大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丰富拓展消费场景 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 隧道及地下工程 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依靠科技创新 我国隧道技术装备 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形成辐射全球的完整产业链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永州高铁控制性工程 金塘海底隧道 目前正在双向绝进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永州号和定海号两台顿购机 将在海中穿越高水压地段 及多种复杂地层后 在海面下约78米 实现精准对接 顿购机采用了双层壳体 顿购海底对接后 内部结构拆解运出 外壳留在海底 为隧道提供保护 最新数据显示 十年来我国累计新增运营隧道 超过3.88万公里 成为世界上隧道发展速度 最快的国家 目前我国已建成铁路隧道 和公路隧道超过5万公里 其中10公里以上的特长隧道 2050座 也成为世界上隧道数量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的国家 从手工开挖到智能建造 我国隧道建设攻克了 诸多技术难题 建成了港中澳大桥海底隧道 深中通道等 世界级的标杆工程 在水下城管隧道 顿购隧道 超长隧道建设等方面 跻身世界前列 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在引领隧道建造 向数字化 智能化 加速迈进 加快培育和发展 我们的新的生产力 那么这个新的生产力 主要体现在 隧道绝境设备的 智能应用 大数据的应用 和地质情况的 这种超前预测和预报 技术创新带动装备升级 目前中国隧道绝境机 占全球市场份额 约70% 上下游企业达到千余家 产销量连续六年 居世界第一 产品出口到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迈入世界绝境机品牌 第一方阵 我国隧道建设 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 融合发展 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产业链 不仅为我国 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 也将助力隧道技术装备 在国际市场 赢得更大的空间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高质量建设 高标准推进 一批交通重点建设项目 正在全力推进 西安东站高架后车层 首个混凝土结构 顺利交注完成 作为我国西北地区 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 预计旅客年发送量 将达到3650万人次 在江苏 连接苏州 泰州 南通三地的 张敬高 长江大桥 北航道桥 南茅定 钢封底完成 该桥是国家十四五期间 重点推动建设的 过江通道项目 建成后 对优化长江干线 过江通道布局 具有重要意义 在广西 平路运河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 右幅中拱段整体提升 顺利完成 提升重量1900吨 提升高度49.1米 为后续推进 拱内混凝土胶筑等 奠定基础 一批能源水力工程 也在加快推进 日前 浙江东部沿海 风电厂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 华电玉环一号海上风电厂 南北两区 实现并网发电 共设32台风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达到229兆瓦 预计年发电量为6.5亿度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湖南全木堂水库工程 发电机组成功并网 实现发电机组 全部投产发电 水库贯区管网 也在加紧建设 湖北省最大贯区 张河贯区 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一期工程 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 预计8月完工 张河贯区 地跨金门 金州 宜昌三市 一期工程建成后 可改善灌溉面积38万亩 恢复灌溉面积 10.98万亩 今年三夏 各地加快推广 新型高效农机 助力下收下种 提速增效 进度大大加快 机械化助力 江苏卖收已过六成 日积收面积 正以360万亩以上的速度 加快推进 在江苏赋宁的 高标准农田下收现场 记者看到 十多台套联合收割机 几辆车 在卖浪间穿梭 饱满的卖力 倾泻而下 全程使用直接化 前次我们的 家乡的停车的管理 前次也帮忙 与之近年的采量 达到1200元以上 这两天 河北多地天气情好 有利于机收作业 全省每天投入 约3.4万台联合收割机 抢收小麦 山东各地 展开大面积机收作业 高密市今年投入的 新型高效联合收割机 占比达80%以上 既加快了卖收进度 也将损耗率 控制在1%以内 接线率降低1%的话 或者8%那么低 就能多达3万年的粮食 就相当于 增加了8%的收充 甘肃小麦也进入收获期 地处秋陵山区的陆南 今年专门调配了 适合山地的 中小型收割机进场 仪器完成 收割 脱利 卖杆还田等工序 下收接近尾声 下重陆续展开 在安徽博州高炉镇 路阳村 这种大马力播种机 搭载了北斗导航 辅助驾驶系统 农机手只要设定好 程序和路径 就能轻松迅速 完成精准播种 今年 博州投入了400多台套 加装了北斗导航 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 使得下重的效率和质量 不断提升 湖北襄阳 今年推广的新式插秧机 插秧和附膜同步进行 这样可以有效阻止杂草生长 还能减少水分蒸发 高效节水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起至13号 北方高温继续发展 华北黄淮等地 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 河北 河南 山东等地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成色预警 而在南方地区 较强降雨区域维持在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 湖南 江西 福建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近日发布 提出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 物流设施设备更新改造等七大行动 推动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 促进交通能源动力系统 清洁化 低碳化 高效化发展 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今天中午 长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刚横梁 最后一道合笼口焊接完成 拼接板对孔偏差小于两毫米 主航道桥面实现毫米级精度合笼 至此 这座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 历史五年建设实现全线贯通 长泰长江大桥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桥面铺装 明年四月底前完成动静载试验和交工验收检测 具备通车条件 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 截至今天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百天以来 一线进出境车辆超60万辆次 同比增长约12.3% 约53.3万人次澳门居民 经新家园通道快速验放 二线验放出驱车辆超481万辆次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今天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8号袭击加沙地带中部 努塞赖特难民营等多个地区 造成2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有698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当天从努塞赖特难民营 解救了4名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扣押的乙方人员 据以军发言人称 以军在营救过程中造成巴勒斯坦人员伤亡 伤亡人数不超过100人 此外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 以色列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8号称 以军在救出4名被扣押的乙方人员的同时 造成另一些被扣押的乙方人员死亡 对此 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努塞赖特难民营遭袭事件造成的影响 阿巴斯表示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以制止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约旦 埃及 伊朗等多国 强烈谴责以色列 针对加沙地带努塞赖特难民营的袭击 要求以色列停止无差别的 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 俄军在北部战线继续向乌军纵身推进 俄黑海舰队击沉了乌军5艘无人艇 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一架乌军米巴直升机 和71架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与俄军在库拉霍夫等地密集交火 在库皮亚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 乌军阻止了俄军多次进攻 德国总理朔尔茨8号表示 应该要避免俄乌冲突升级 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 也不支持北约向乌克兰派兵 据奥地利媒体8号报道 奥地利国防部长坦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部分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 其向乌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这种做法越过了红线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近日 中国援建科摩罗莫埃利岛公路项目竣工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出席竣工典礼 并向中国政府表达诚挚谢意 他表示 该项目是科摩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不仅将满足当地交通发展的新需求 还将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支持 莫埃利岛公路项目全长18公里 是环岛公路的重要一段 尼日尔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 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驻尼日尔美军7号已经开始从尼日尔撤离 当天 美国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 从尼亚美伊空军基地起飞 长期以来 美国以所谓反恐的名义 在尼日尔等非洲国家驻军 其干涉内政的行径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 今年4月 尼日尔多地民众示威呼吁美国撤军 5月19号 尼日尔与美国签署协议 要求约1000名驻尼美军于今年9月15号之前撤离尼日尔 8号 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警方已逮捕一名嫌疑人 当地时间7号晚上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也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此外 7号至8号 密苏里州 伊利诺伊州等地 还有多起枪击事件发生 历史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 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 领略我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中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